第1775集 准地 那太过于恐怖了 盖酒由血脉干枯受缘无多 而今已跌落下那个境界 还是无敌的 可以想象 一尊气血旺盛 真正无敌的准地出世 那将会多么的恐怖 绝对可以横扫天下 是禁忌般的存在 前轮大声脸色潮红 天佑我族 这多半是无缺的准地法阵 剃扫失落 竟激动了起来 底气一下子又足了 在这漫长的无敌年代 世间什么最可怕 这个答案不存在多少疑乱 定是极道兵器 与谷之大地的阵途 帝兵需要复苏 所需条件过于苛刻 一般的人催动不起来 就是大胜也不能真正意义上的把握住 所谓的复活皇兵都是相对而言 而谷之大地的阵途就不同了 只要误入其中 那么相对于一位大地开战了 前提是阵途无损是没有缺失过的 因为谷之大地的阵途太逆天了 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以来都先后磨灭了 只有残卷留存 一张准黄阵途摆在眼前 这无疑是惊世的 对他攻伐 相当于对一位准地开战 这是找死 前轮大圣叫道 对全部进阻地内 他越发确信 这是一张无缺阵途了 脸色超红 激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此阵途在 谁若肆无忌惮地进行攻法 那么等若在于昔日的转黄决战 后方 皇族已老还有一位经验的女子 负责引导众人冲入阵途中 叶凡眸光闪动 古皇之女 他确信那是万龙朝的龙女 封在神缘中活到了这一世 人魔没有阻止 因为他做了另一件事 眸光赤胜 浑身古铜色肌肤发光 手中绿铜顶 仙侠璀璨 锁定了前轮 前轮大圣神通绝世 可就是他掌握有万龙灵 也难以迈出一步 转黄阵途尽在咫尺 他没有办法踏进去 刹那间 他脸色雪白 他知道完了 人魔已经不高兴了 准备血腥出手 他逃脱不了 前轮不甘 他身为一代大圣 就是在有古皇的年代 也是一代巨头 天下共尊 可是尔金却被人锁定 成为了一头猎物 这是一种屈辱 他竟然反抗不了 他疯狂的吼叫 古皇复活 神奇觉醒 祝我一臂之力 北玉珠族都听到了 人们毛骨悚然 让一位大圣 这样绝望的嘶吼 可想而知 他陷入了怎样的绝望境界 紫气东来 阴韵雾矮扩散 万龙灵化为真龙 昂首长思 真的有了生命 在他的力量下 乾隆摆脱了人魔禁箍 他第一时间与黄冰合一 融为了一体 他的真身进入兵器内 化为一条数万丈长的子龙 向转簧法阵中冲去 想要逃过一劫 人魔终于动了 后发先知 手托经营绿顶 震随长空 隔断前路 将黄冰阻挡了回去 黑白两色神力 自人魔体内散发出 让他看起来无比的恐怖 两者纠缠化为了一个太极 拖住了绿顶 向万龙灵镇压去 这是太阴里 与太阳里的交织 恐怖滔天 党者披靡 黑白太极图 承载着拳头的绿铜小顶 宛若一个神盘 拖着唯一的仙 前轮大圣悚然 身体与万龙灵相合 直接撕裂虚空 逃向域外 他知道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人魔 也进入不了转簧阵图内 与其如此 唯有逃向宇宙深处 才有可能躲过一劫 人魔的速度更快 画成一道黑白 交缠的闪电 与顶一起没入天外 他动了杀机 强势出手 不可能放过万龙巢的巨头 两道身影消失了 叶凡独立废墟前 面对准黄法阵内的众人 神色冷漠 有人要冲出来与他对局 可是又退缩了 他们没有那种勇气 人魔气息还在 环绕叶凡身上 随时会降临回来 杀他们一个万劫不复 清冷的风吹过 万龙巢 断壁裁员满目窗移 一片破败 唯有最深处 还有恐怖气息弥漫 让人看不穿 突然叶凡神色一致 他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芬芳 看到了真龙不死药 这株古药早已成精 陪伴过太多的黄 追随过古之大地 此时在混沌雾气中出现 古皇族也纷纷回头 向那里望去 混沌气迷蒙 那里有一座巨大的龙巢 以黑色的龙木铸成 足有山岳那么高 气象万千 在当中 混沌气汪洋一般涌动 浩瀚莫测 压得人要窒息 有一种神秘的骨关在浮沉 镇压万古诸天 而真龙不死药 通体像是黄金铸成 灿烂夺目 他似一个精灵般躲在那里 朝这边窥视 叶凡意动 今天如果能够捉到这株仙药 那可真是一场天大的造化 域外战场 不知道结果如何 这天地间也不知道 有多少强者在观望 都紧张到了忘记呼吸 道友请留情 万事何为贵 天穷上传来了一道声音 像是在劝架非常耳熟 叶凡神色怪异 听出这是浑拓大圣的声音 居然又来当和事佬了 砰的一声 万龙朝前一具尸体坠落 将大地砸出成百上千条巨大的裂痕 如猪网般蔓延了出去 大圣 老祖 准黄阵图那一群人大哭 因为这是前轮大圣的尸体 被人涂掉 从狱外扔了下来 又劝死了一个 叶凡摇头自语 残破的万龙朝前 一片大哭声传来 他们惊恐而又黄举 不敢相信这一事实 皇族大圣被灭 每一个人都脸色雪白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场大难 这天都像是塌下来了 豪哭声动地 祖生死了 万龙朝被打得半废 这一皇族要跌落下神坛了 此一过后 究竟是否还有这一皇族 也说不准了 天际 有诸多强者感知 见到这一结果 莫不心计胆颤 堂堂一代皇族大圣 都让人给打死了 震惊人间界 地上的前轮大圣浑身是血 经过了一场惨烈的搏杀 被人魔从万龙灵中 给震了出来 这是一种强大的震慑 前轮与万丈长的 急到紫龙合一居然还是难逃一劫 若是震围结灰也就罢了 可肉身却被完好的打落了出来 只能说人族足够的强大 人死如灯灭 前轮元神被杀 肌体冰冷没有了生机 可是肉身庞大不朽 龙手显化了出来 宛若一头真龙 他的道横被斩尽 法相被破 露出了类人般的躯体 至于头颅则富足 霸气而争宁 大圣气息不散震慑人心 一位大圣就这么死了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结局 曾经威震太古 见证过斗战圣皇 辉煌统治时代的巨头 就这样黯然落幕 万龙朝曾经高高在上 疲逆万族 如神奇般俯视众生 而今却被人攻破足地 将有灭族大患 让每一个人都惊惧不已 战斗并未结束 人魔化成为黑白太极图 拖着晶莹剔透的绿顶 正在寻找那头紫色的真龙 进入了宇宙深处 他借助天庭神器 绿顶要夺古皇兵